据秦宫荡案揭秘记载,清朝入关后的十位皇帝中,顺治皇帝和同治皇帝是直接死于天花。 另外还有两位,康熙和咸丰,虽然侥幸于从天花的魔爪下捡回姓名, 脸上却永久性地留下了天花瘟神的恶蜀烙印。 在这四位与天花有过直接接触的皇帝中,最具戏剧色彩的当属康熙大帝。 那么,康熙与天花到底有什么不解之缘呢? 顺治十八年,公元一六月一年,正月初九月, 顺治皇帝病逝后的第三天,一个不满八岁的小孩,一身校服坐在了紫禁城金鸾殿的宝座上,成为新一代的少年天子。 他就是康熙皇帝宝康熙与天花的宝康熙与天花的宝康熙与天花的宝康熙与天花。 后来发现,小皇帝的脸上竟然有几粒稀疏的麻子。 后人也许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几粒麻子,小皇帝才能够坐上那张万人垂涎的容易。 顺治皇帝突然病逝时,年龄不到二十四岁,因此对于接班人问题,他并没有太多的考虑,也是事所必然。 据史书的记载,顺治帝思考故事的安排,可能是从正月初二日开始的。 因为那天一大早,当学士王兮到养兮殿问安时,顺治帝把他留在身边,直到晚上才出宫,谈了些什么以不得而知。 让来,第二天,他又主动召见王兮,并让他靠近自己的床边说话。 王兮在日记中这样祈祷, 王兮在自己的日记中都不敢把这些关系重大的内容记下来,可见君臣之间所谈论的内容。 除了继承人和其他重大人事安排,就是对自己重物读师的访思,和对护士的担忧等事。 以上,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